目前為止 蔡英文 何以沒有把數碼部門交給他了 理由很簡單 蔡英文還不相信男性的 而且蔡英文也還沒有清理完畢 在他人類所要帶走的所有故事 你來到重慶坦白 我是歐重慶 我們看到蔡英文有一個很厲害的武器 這個武器是他有一個獨特的部門 是數碼部門 這個數碼部門呢 為什麼說是獨特的武器呢 照理說不是全世界 甚至是所有的發達社會都應該有嗎 事實上是這樣 過去的台灣在蔡英文以前 從來是沒有設立這個數碼部門的 但我之所以說他是一個厲害的武器是因為他確實用的 淋漓盡致 而這個使用呢 確實也是從他開始才用在整個政治和政治的增防上 這個意思是這過去的馬英九沒有這麼用 前面的陳世扁還是沒這麼用 更別說自己不會上網的李登輝了 既然是這樣 那這整個控制從蔡英文起來就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 以往李登輝的控制呢是學習蔣經國 也就是說蔣經國以前怎麼幹 李登輝還跟著怎麼幹 只不過李登輝必須要運用很多整個台灣其他二十幾個縣市裡面所有的地方派系和家族派系 可是弄來弄去都還是人嘛 而且使用來使用去都還是那九大停制系統 換言之啊李登輝所使用的工具對於蔣經國的領導來說是一種換湯不換藥 只不過是人的排列組合的不同 但是到了陳隨扁以後呢 隨扁多使用了許多的媒體和廣告的部門 這時的確已經開始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啊 因為公元2000年到2008年那時候 世界的數碼化還早得很呢 首先 智慧型手機就不在那個時候被廣泛使用 而且根本也還沒有流行起來 如果那個時候有的話 那陳隨扁的貪污可就不得理了 在2008年既然還沒使用 到了馬英九上任的時候 由於馬英九年齡啊 基本上是跟陳隨扁差不多的 所以馬英九上任的時候呢 他也還不會使用至少各種社群軟體 他自個啊 頂多就是在臉書發表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如是而已 而不懂得如何用大數據來監控所有的媒體 或者監控所有的名嘴 乃至於監控所有的參政者 可是 從蔡英文以來 這個數碼的工具就被使用了淋漓盡致 畢竟2016年開始以後是人人手上都有手機 而且手上的手機的速度都已經不慢了 這時可以說所有的社群軟體都已經非常的成熟發達 而蔡英文就在這時候設了一個數碼部門 由這個部分在統籌表面上 似乎在統籌相關的事物和統籌相關的產業發展 可是他真正的動作是統籌這些事情與情報和政治爭防的關係 那麼我們看到了 目前為止的賴清德有沒有拿到最項工具呢 當然是沒有 也幸好是還沒有 如果他一旦拿到了 那他就是一飛從天了 所以現在問題在於 萬一賴清德真的不信 那他給選上了 他知道有一天會控制這個數碼部門 那還了得 那豈不就是整個大數據可以滲透到每一家每一戶 和每一個人所有的行為 甚至你所有的喜好 他可以全部的掌控在手裡嗎 目前為止蔡英文何以沒有把數碼部門交給他呢 理由很簡單 蔡英文還不相信賴清德 而且蔡英文也還沒有清理完畢 在他任內所要帶走的所有資料 甘願了 賴清德永遠不要接受 蔡英文這項超級的避命武器 感謝你的收看 蔡英文 蔡英文 蔡英文